他们这里办理了500条困呆 但WiFi总是卡得很 就连电脑插上网线 网页也打开得很慢 让我过来看看什么情况 有意思的是 我过来看见了少见的东西 这种是网络IP电话 这种电话不同的是 它是插网线通过网络打出去的 所以网络不好的时候 电话通话都很卡 它这边给我提供了一段 通话卡顿的录音 听完录音确实挺好的 那我先看看它的录音器 到底什么情况吧 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路由 上面插满线了不说 这里还连接了一个交换机 这交换机上也插了许多网线 那我先测试一下 他们光猫网数如何吧 毕竟这里是所有的网络源头 有些光猫接上电脑 需要拨号才能上网 我这里演示一下 我电脑的拨号过程 用户名就是你的宽带 一般这些信息 都会写在你光猫上 拨号成功后 我这边来测一下 网数是多少吧 经过测试 确实有500兆宽带 那没理由啊 500兆的宽带 就几台电脑用 按理说不应该卡啊 我把宽带拆回录器 我们再测试一下 看看网络发生了什么变化 没想到我测试的时候 连1兆都不够 吓得我赶紧检查了下线路 我也没查错线啊 我在这测试的时候 发现这火好多了 但是只有63兆 没理由啊 刚才还有500兆呢 我马上看一下 这路由器的端口售率是多少 原来这个路由器 只支持100兆宽带 真的是浪费了这500兆宽带 但奇怪的是 按理说应该能跑到100兆啊 为什么测试只剩下63兆了 这个时候我就要搞清楚 路由器上面的网线 是干嘛的了 没准这些网线 是托卖网速的最回货手呢 这条线是连接光猫的 是没问题的 第二条线 是把网络分到交换机上的 暂时也是没问题的 第三条线我刚才拔了 接我电脑上的 我顺着刚才拔了网线 发现它是接在这个IP电话上的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到第四条线的时候 我就不但定了 我顺着网线发现 它居然是接到监控路上机上的 我想我知道 为什么路由器连百兆都跑不到点音了 摄像机的话 摄像头的大量的数据 会进来这个路由器 路由器又要从这个路由器里面 获取到摄像头的数据 这样会导致路由器的性能大幅度下降 网络也会变成非常的卡顿 到这里我就知道 它们五百兆的宽带 卡的两个原因了 一是五百兆的宽带 进来了这路由器 就变成了一百兆 第二是 监控在接在路由器上 导致路由器处理不过来 就连百兆都跑不到了 路由器上的第五条线 我顺着它的线路走向 是通到这个像头的 我拔了下线 再回去看了下 五号灯果然烈了 这样路由器上面的全部线路 我就捋清楚了 然后就要捋清楚 这交换机上面的线了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交换机上面的一号 和八号灯是不亮的 一号口是没有参任何网线的 至于八号口的网线 是没有接任何设备的 剩下的线不是接摄像头 就接其他设备上的 这个过程我就跳过了 我搞清楚线路后就开始给它优化吧 我首先拔了录像机的线 把它接在交换机上 然后再拔了摄像头的线 也接在交换机上 这样路由器就不负责 监控的数据转发了 直接把工作量丢给交换机处理 然后再把这个IP电话的线给拔了 看看它是接交换机的几号口 结果五号口的灯灭了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接入路由器上 这样的话把电话会通胀很多 好了 我这次再用电脑接上去 测一下网速如何吧 怎么样 我就这么换了下线的位置 从刚来的7.79MB 变成了现在的11.1MB 是不是很神奇 不过我建议它更换更好的路由器 不然这500M的宽带就真的浪费了 下一期是五星级酒店的网络维修案例 我们下线的网络维修案例